你們可以說看看有關大人觀的傳說嗎 以校園恐怖傳說為題材的電影 由王于軒 施博宇和林哲熙主演 敏感來源是私立大學八卦式建築的傳說 劇中的鬼電梯成為主要場景之一 排練的時候其實空間比較大 但我們實際看到那個景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稍微愣了一下 因為就覺得空間怎麼比想像中的小 撞出愛情了吧 撞出愛情 王于軒和施博宇飾演兄妹 王于軒要完成昏迷不醒的哥哥設計的AR遊戲 但實測AR遊戲就像是開天眼 發生一連串的恐怖事件 為了哥哥非常勇敢 嘗試一個你害怕的事情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在電影裡面看起來會很勇敢 而在一二集都有演出的林哲熙 飾演校園警衛 害怕看鬼片的他透露電影的小秘密 第二集是第一集的彩蛋 第一集也是第二集的彩蛋 很推薦大家這樣形成一個輪迴 對 你都可以去看會有不一樣的體驗 配合很多的特效 所以需要靠演員很強大的想像力 才可以完成那一場的演出 懸疑驚悚電影埋藏著情感線 包括親情 友情和愛情 要營造恐怖氛圍 除了和特效團隊合作外 也耗費了518顆特效鏡頭 視覺特效和音效雙重加持 更在金馬獎獲得最佳視覺效果 和動作設計提名 記者送不到